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二姐 当老师不容易 出个五十万就好了 最后 妈妈看向我 你最小 就拿三十万 不为过吧 然而 我们三姐妹互相看了一眼 微微对她笑道 妈 不为过 不过咱们家里刚发的三百五十万拆迁款 先拿出来分了吧 大年三十 一家人其乐融融在吃饭 妈妈突然清了清嗓子 说要宣布一件事 你们弟弟想在上海买房 这是好事 咱们家得支持 昭弟 你是大姐 做生意这么多年了 就替你弟弟出个六十万吧 尹弟 你是二姐 当老师的工资虽然不高 但上班这么多年 拿个五十万应该问题不大 说完 妈妈转向我 来弟 你是三姐 妈知道你上班没大姐二姐酒 就一丝一丝拿个三十万吧 说完 妈妈就把一张银行卡放在了饭桌上 吃完饭 大家就把钱转到这张卡里 宝弟没有回家过年 就是等着这笔钱把房子给买了 明年风风光光回来过年 但大家都没动 怎么个意思 坐下来刚拿上筷子的妈妈 看大家不说话 又把手里的筷子重重撂下 我说话是不好使了 还是怎么的 我跟你们说 我一个人辛辛苦苦把你们四个养大 不缺你们 吃也不缺你们喝 到老了 你们翅膀硬了 就都不听我的话了是吗 大姐低着头 妈妈还不知道 大姐今年亏了四十多万 怕妈妈担心 没有跟她说 不仅如此 过年回来 还是像往常一样 封了两万多的红包 你是大姐 你先说 妈妈把凳子往后一蹬 抱着胸看着大姐 讨一个解释 大姐深吸了一口气 对妈说道 今年经济不景气 手里的现金不多 弟弟买房这事 也不急这一时 可话还没说话 妈妈就打断了她 不急 不急 说得轻巧 你弟都三十四了 她身边同学要么就在北京买了房 要么就在深圳安了家 我们老刘家就这么一个儿子 不能输给别人 让人瞧不起啊 二姐是个老师 她平日里话不多 但对于妈妈交代的事情 基本是是有回应 但今天似乎也有一点情绪 二姐放下筷子 妈 弟弟买不起房 又不是我们三姐妹的错 她同学能买得起 她买不起 难道不应该反思反思自己这么多年 有没有好好工作 这些年 我们三姐妹努力赚钱 给家里修了几百平米的房子 少说也花了七八十万了 这房子你说都是给弟弟的 我们也没意见 但你现在突然又说 要我们拿钱给弟弟在上海买房 那我们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呀 二姐难得一口气说这么多话 而且还都是反驳咱妈的话 气得妈妈一下子站了起来 你们这一个个的 今天是要造反呢 她指着二姐的鼻子 尹蒂 你可是我们家的老师 为人师表 说话要有分寸 这房子是你们三姐妹出钱不错 房子确实是留给宝弟的也没错 但这房子是没给你们留房间吗 这房子修得漂亮了 你们婆家也高看你们一等不是吗 现在是要怎么样 反悔了 要跟你弟弟抢东西了 二姐皱了皱眉 妈 不是那个意思 是今年大家确实都有难处 弟弟买房的事情 如果家里有实力 那就买 没有就别硬买了 二姐刚说完 妈妈就会着手气愤道 疫情的时候 你们没说有难处 疫情都过去了 你们一个个却说起难处来了 老大说什么生意不好做 你倒是说说 你一个老师是什么难处 被开了 哦 对了 要我说你被开了 那也是活该 一天天不生孩子 要当什么丁克 搞什么特立独行 不符合老师形象 知道不 早点把孩子生了 比什么都强 妈妈不知道 二姐刚流产 还查出子宫有问题 可能治下来要十几万 将来如果要孩子 还得试管 那也是一笔钱 没有告诉她 也是想着 正好碰上过年 不想出了大家的眉头 但就算大姐 二姐没遇上事 弟弟买房 我们姐妹就一定要 义不容辞地出这个钱吗 我实在不能理解 你呢 来弟 你也不说话 我倒要听听你 给我找什么理由不给钱 妈妈审讯的视线 最终落在了我身上 其实我是失业了 现在到处都在裁员 我也不幸位列其中 三十五岁 说实话 我都不知道要何去何从 本来我也不想 告诉家里的 大过年的 谁想破坏 这本该就幸福 快乐团圆的日子呢 但现在妈妈铁了心 跟我们三姐妹要钱 不说也得说了 妈 我失业了 没跟你说 是怕你担心 弟弟这房子 还是推迟商量吧 菜凉了 咱们先吃饭 我刚拿起筷子 妈妈却一个箭步冲过来 一手打落了 我刚刚拿起的筷子 吃 吃 吃 就知道吃 但凡你结了婚 有个男人管你 我还要担心你 现在失业了 年纪又大了 以后谁要你 你们这一个个的 没有一个让我省心的 辛辛苦苦把你们拉着大 到老了 想要靠一靠你们 没一个靠得住的 你们说一说 生女儿有什么用 啊 大姐生的就是一个女儿 大姐夫想要生二胎 她坚决反对 大姐告诉我 她是怕二胎是个儿子 女儿会受到不公平待遇 我也不是想说爸妈的不是 这么多年 他们确实没饿着我们 也没动着我们 但是爸妈对弟弟 对你和二姐 我看在眼里 他们是把儿子当宝 而我们只是错误地生下来 他们不得不养育我们而已 大姐一向对我很好 弟弟只比我小一岁 爸妈没时间来带我 是大姐一手带大我的 更多时候 我觉得大姐才是我的妈妈 她心疼女儿 怕有了二胎 公婆和老公万一偏心 伤了女儿的心 所以一直不肯再生 好在她确实很能赚钱 所以姐夫也对掌握话语权的大姐 无可奈何 就这么的 如今快四十五了 也就不纠结二胎的问题了 所以妈妈提到生女儿没用时 脾气最好的大姐也忍不住生气了 妈 生女儿没用 那你前两年做手术 那三十万是谁出的钱 是我们三姐妹出的钱 又是谁照顾的你 还是我们三姐妹请假轮流照顾的你 宝弟呢 你怎么不说生儿子没什么用 大姐声音里带着怨气 妈妈也听出来了 但她毕竟嘴硬啊 而且一直信奉天下无不适的父母这条道理 好啊 我就说今天大家一个个的都不听话了 感情是你这个当老大的在挑头呢 宝弟他年纪最小 又是我们老刘家唯一的儿子 你们不要说我偏心 事实就是这样 儿子就是继承香火的 我生病动手术 宝弟正好在写小说 写小说能被打扰吗 再说你们三姐妹人手也够了 还麻烦宝弟干嘛 他一个男人笨手笨脚的 非要把一大家子都扯进来累死你们 才觉得宫廷满意 二姐听了这番话 眉头已经皱得老高 妈 这么多年 你让我们干什么 我们都是听您的 也知道您带大四个孩子辛苦 但这些年来 劳心劳命地活 您就说一家子要分担 有好处的时候 就轮不到我们姐妹一点 话说到一半 二姐妹继续 妈妈听出她话里的弦外之音 她站在我们三个姐妹对面 好 你们对我有怨气是吧 那你说说有什么好处 没有轮到你们一点 你们三个要读书 我有让你们没有书读吗 你们还不是一个个考上了大学 这么多年 我对你们没提什么过分的要求吧 修房子一共一百多万 分摊到你们姐妹身上也就三十多万一个人 我把你们养大工 你们读书 不说三十万 十几万总还是有的吧 今年过年 我只是想着宝地年纪大了 农村这房子是他的 但也是你们的 你们嫁出去了总还是得有个娘家不是 宝地他也不会在农村娶个老婆 他在上海工作 想娶个上海老婆 就得在上海有个房子 这个逻辑没错吧 我让你们三个姐妹合着一起帮衬一下弟弟 买套房凑个首付 这很过分吗 哪个家里 姐姐不是帮着弟弟的 再说 宝地对你们这几个姐姐也不差吧 哪年生日 他忘记你们了 红包少了你们了 你们不想给他买房 你们就直说 都是一家人 不要弯弯绕绕的 听了让人心寒 大姐 二姐和我都低下头 拿出了手机 妈妈不知道 就在今天 我们三姐妹被拉到了一个微信群 群主是拆迁办的主任 你们家拆迁了 各位都知道吧 这是那个主任把我们拉进来后 发来的第一句话 我们这才知道 家里的房子拆迁了 拆迁款一共有350万 全部都打到妈妈的账号里头了 但这件事 妈妈只字未提就罢了 还趁着过年 跟我们姐妹伸手要钱 只为给弟弟买房 大姐在群里发消息 算了 大过年的 别惹咱妈生气了 这钱咱还是给了吧 她拍了拍二妹 三姐妹 你最难 你的那笔钱 我帮你出了吧 二姐 我的钱不用你出 大姐 我觉得咱们为这个家 已经付出够多了 我觉得你的那笔钱也不用出 她还能把我们怎么着 断绝母女关系不成 大姐打字 咱妈带大我们四个也不容易 弟弟毕竟还是家里最小的孩子 最主要是我不想让这一大家子关系变得这么僵 怎么说都是一家人 二姐 一家人 一家人紧着我们三姐妹吸血 大姐 你要给你给 我这次算是看清楚了 给钱就是一家人 不给钱就是白眼狼 宝地上班这么多年 没有给过家里一分钱 照样是家里的好儿子 我看他们才是一家人 我在群里看着大姐二姐聊天 很久没有说话 这么多年 我们三姐妹对于父母的偏心心知肚明 家里的宅基地也好 村里分的山 田也好 都是给弟弟的 但是我们也知道 父母在吃穿用上 至少没有非常苛刻我们 不过是大姐穿的衣服 轮着给二姐 然后又轮着给我 宝地是男孩子 自然理所当然的 可以穿真正的新衣服 毕竟他上面又没有哥哥的衣服要传承 至于玩具什么的 大姐玩破了的木头玩具 传给二姐 然后又传给我 好在后来大姐开始赚钱 到我的时候 也是拥有过一次崭新的芭比娃娃的 至于弟弟 从小到大 汽车 飞机 宝剑 该有的玩具他都有 大姐 二姐 毕竟年龄在那里 从来不会极度 弟弟从小就有新玩具 只有我跟弟弟的年龄差最小 只有一岁 每次我玩着脏脏的破玩具时 我都会极度弟弟 为什么他就可以有那么多新的玩具 我也想要新玩具 有时候我也会跟妈妈要的 妈妈从来不会拒绝我 她会说 宝地那里有那么多新玩具 你去跟他要一个玩玩 妈妈不知道 我根本不爱那些大卡车 更何况 我只要去跟宝弟要玩具 他就会哇哇大哭 然后爸爸就会冲过来拉住我 男孩子玩具有什么好玩的 去 去 去 玩你大姐给你买的芭比娃娃去 我就那么一个芭比娃娃 宝贝的不得了 根本舍不得天天拿出来玩 我怕娃娃一下就被我玩坏了 看着弟弟坐在地上 一堆车子 大炮 飞机围着他 我羡慕得不得了 从那个时候起 我就知道 我和弟弟是不一样的 他可以拥有的东西 是我开口求都求不来的东西 大姐比我大十岁 我上小学的时候 他已经上高中了 本来日子过得也不算太差 但那一年妈妈生完我后 又摔了一跤 爸爸忙着做生意 顾不上妈妈 大姐就只能休学一个学期 照顾妈妈 我记得大姐说过 那个时候 其他就劝妈妈不要再生了 妈 答应我不要再生了 好不好 有一年大姐聊起这件事 大姐说 我那个时候 就觉得妈妈太辛苦了 生了三个女儿 身体已经很坏了 我休学的那段时间 总是胆战心惊 生怕有一天 妈妈又会大出血 是的 生完我后 妈妈的下体 总是会突然大出血 所以不得已 只能卧床养着 大姐还说 我记得我晚上 一边哄着你睡觉 一边害怕地抹眼泪 祈祷妈妈 快点好起来 因为我既担心妈妈 同时也很想念 学校里的同学和老师 我当时听着 眼眶红了好久 眼泪也掉了出来 因为大姐的读书成绩很好 老师同学都很喜欢她 我怕妈妈还响声 就让她跟我发誓 大姐说起这件事的时候 是笑着说的 我说 妈妈 你跟我发誓 不会再继续生了 我们三姐妹会 好好孝顺你的 三妹 你知道的 那个时候 我已经知道 家里重男轻女 想追个男孩了 所以我就想跟妈妈 拍胸脯做保证 将来一定出人头地 不让他们觉得 没儿子会丢人 可能是看我太焦虑了 妈妈就答应了我 她说 好 妈妈答应你 不生了 三个姑娘也很好 等我病好了 你就安心去读书 后来照顾了半年吧 妈妈就好了 你也被养得白白胖胖的 我把你交给了妈妈 然后就去上学了 我以为一切都会按照 我想的去发展 没想到我回到学校 读到高三第二个学期 又被叫了回去 听到这里的时候 我已经知道了 后面的故事 因为妈妈又怀孕了 这次是个儿子 我记得那是自己 第一次在家里大吼大叫 为什么不听我的 你不是答应好了 不再生了吗 回家那天 我砸了桌上所有的碗 连炉灶上的炒锅 都被我摔到了院子 满村子都听到 我们家发出来的叮当声 那个时候 我把你也吓傻了 你一直在卧室里哭 我又心疼又内疚 觉得自己不是个好姐姐 控制不好自己的脾气 把小小的你 吓成那个样子 我抱起你呜呜地哭着 觉得自己要不死了算了 没想到你伸出小手来 擦我的眼泪 我再也控制不住了 我跑到妈妈床边 整个人都跪在地上 问她为什么一定要生儿子 为什么一定要在我快要高考的时候怀孕 你明明知道自己的身体是什么情况 是的 那个时候大姐被喊回来 是因为妈妈怀孕后突然晕倒 爸爸找不到人手 就只能又把大姐喊回来 妈妈这一次没有再去回答大姐的质问 因为这一次家里喊人偷偷查了 肚子里是个男孩 无论怎么样 都是要生下来的 女孩子终究还是心软 已经快高考的大姐 只好又休学陪着妈妈 一年后 弟弟顺利出生 大姐从优秀的英介生 最后成了复读生 好像就是从那一年开始 大姐再也没有发过脾气 她好像知道 她无法左右爸妈的决定 因为她只是一个女儿 生来就是跟儿子不平等的 但其实在这个家里 爸妈对她是最不公平的 复读的时候 正好是弟弟出生 家里的钱都紧着弟弟用 大姐就自己在学校外面的餐馆 帮忙洗碗 挣一些学费和生活费 后来她回家 发现两岁的我没人管 心疼得不得了 我永远记得 小小的你抬手 帮我擦眼泪的那一瞬间 所以我回家看见 爸妈都围着弟弟转 而你一个人孤零零地 躺在小竹床上哭的时候 就决定把你一起带到学校去 这事儿 我听妈妈说过很多次 她说大姐从小就懂事 懂得体恤人 看我带宝弟太累 你大姐就主动提出来 把你带到身边去 我看她在外面租房子 还能打工 生活得好像挺好 就同意了 但妈妈永远不知道 复读那年 大姐带走我 不是体恤她 而是心疼我 想到这里 我摁掉了手机 然后抬头看着我妈 平静地说道 妈 让我们三姐妹 给弟弟买房不为过 不过咱们家里 刚发的三百五十万拆迁款 咱们先拿出来分一分吧 妈妈震惊地看着我 但她脸上的神色 由心虚转变为愤怒 只用了一秒不到 哦 我懂了 你们是为了这三百五十万 才拒绝给钱的 她把桌子敲得邦邦响 我就说你们一个个的 不对劲呢 原来是看上这拆迁款了 现在知道 为什么不把这是 告诉你们了吧 就是不想让你们 为了这点钱 反目成仇 不过现在 你们都知道了 我也不怕你们 说我不宫廷 在上海买套房 三百五十万是够了 但还要装修 还要给宝地准备一辆车 还有 她娶媳妇 还得要一笔彩礼钱 对不对 这些哪一样 不要钱 大姐 你是做生意的 是不是这样一算 手里基本上一分不剩了 日子这么紧巴巴的 你们看不见 倒是只想着往外拿 说得多么理直气壮啊 身为一个女儿 只是提出分调 本属于我们姐妹 应该拥有的一笔钱 却被倒打一耙 说我们目光短浅 只想着往外扒钱 看不见她们日子紧巴巴 真的 在那一刻 我差点气笑了 我终于忍不住起身了 哈哈 妈 你还真是弟弟的好妈妈 这里头的每一分计较 都跟我们三姐妹无关 倒是宝地大事小事 你都给他安排清楚了 可以啊 我们不阻止你偏心 但是今天 这三百五十万 必须得给我分清楚了 不然 拆迁办那里的字 我不会签的 我会直接告诉他们 钱我没拿到 到时候 我就去政府闹 说是他们吞了拆迁款 到时候 那些钱你 照样得吐出来 大姐根本没有想到 我会突然说出这狠话 她看见妈妈的表情 逐渐扭曲 赶紧过来拉我 但还没碰着我呢 我妈的巴掌 就已经落到了我脸上 刘来地 我看你是吃了 雄心豹子胆了 居然大过年的 威胁你亲妈 大姐把我护在怀里 我听见妈妈的咆哮声 还在继续 我告诉你 刘来地 你不想给钱 给你地买房可以 但拆迁款 你休想要到一分钱 还有 如果你去政府 闹到这笔钱钱返 那我丑话 跟你说在前头 我们就地脱离 母女关系 你把这些年 我养你的钱 给算算 全部还给我 我觉得自己的心肠 肯定是变硬了 因为我居然没哭 印象里 这不是妈妈 第一次动手打我 不过 她以前打我 我总是会哭的 小时候 弟弟喝牛奶 我嘴馋 也跟着偷喝 被打过 我哭啊 我跟妈妈说 我也想喝那奶香 奶香的东西 妈妈打完我后会哄我 你弟弟长不高 才喝那东西 来地是女孩子 不用长太高 喝那个东西干啥 来 妈妈给你糖吃 别告诉弟弟哦 我被骗了 还跟捡了宝贝似的 觉得妈妈是为我好 我越想越觉得 自己真的很可笑 他们真的对我们 有一点爱吗 我让大姐 回到座位上去 大姐 今天这是跟你没关系 你回去坐着 然后我对着妈妈说道 你要跟我算账是吧 可以啊 我跟你算 我静止走进了妈妈的房间 然后擅自打开了她的抽屉 拿出了一个厚厚的本子 冷笑一声 重重地把它拍到了饭桌上 来吧 算吧 这么多年 你在我身上花了多少钱 妈你不是都记得清清楚楚吗 妈妈没有动 没关系 你不想念 我帮您 我坐在凳子上 开始一页一页翻 这些明细 我就不一项一项念了 直接念你加起来的费用吧 抚养来地 总花费计 八万元 妈 投资八万养大一个女儿 回报了你四十万 我感觉你 也没怎么亏本呢 这么一算你还得还我三十多万呢 大姐又谨慎地喊我 三妹 你别再说了 妈妈冷笑 是 我养你是只花了八万 但你要当妈的还女儿给的孝敬钱 怕是要孝掉大牙哦 作为你母亲 我就问你一句话 你的命都是我给你的 你拿什么来还 想要用生我就要拿命 还道德绑架我 门都没有 我慢悠悠地回答 所以 我给你的那些钱 就不用你还了 四十万 买一条命 我觉得应该也够了吧 毕竟 你不是一直说 女儿也不值钱 不是吗 你 妈妈听完 用伸手要来打我 我昂着脸 行啊 你打呀 打完这一巴掌 我们彻底断绝母女关系 反正我是个嫁不出去的女儿 也没法给你心爱的儿子 多赚一份彩礼 妈妈的手最后还是放了下去 她咬着牙道 你走 你现在就给我滚出这个家 我就当没你这个女儿 我拿起桌上的包就走 走到门口的时候 我听到妈妈对着大姐 二姐道 你们俩个 还有谁想走的 我也都不拦着 大姐 二姐没动 我刚要跨出屋门 就听见一个浑厚男人的声音 大过年的 不在家里待着 你要去哪里 是父亲回来了 妈妈一看父亲回来了 立刻拉着他一脚抹眼泪 老刘啊 你总算回来了 你看看 你三个女儿 就因为三百五十万拆迁款的事情 大过年的 就把家里闹成这样 父亲是生意人 一到过年 就要去外地收账 几乎每年都是大年三十晚上 才会回家 我们已经习惯了自己吃年夜饭 这个只负责赚钱养家的男人 到了六十多岁 依然生如红中 身体硬朗 胡闹 来地 坐到你的位置上去 我看了一眼父亲 突然想到 分拆迁款的事情 还没谈出个结果 这个时候走了 我的巴掌岂不会白挨了 我就又坐了回去 大姐在群里发消息 三妹 不要冲动 有什么事情好好说 二姐也在群里发消息 妈说的也是气话 你别往心里去 钱的事情 我们可以再跟爸妈商量 我没有说话 我知道我年龄最小 受两个姐姐的照料最多 跟他们比起来 我更自私 也更自我一些 我是不会怪他们 没有给我出头的 父亲在我们三姐妹 对面坐下 他翘起腿点了一根烟 正要抽的时候 我又说话了 爸 别在屋里抽吧 二姐不舒服 就你长了嘴 二姐不舒服 他不会自己说 父亲瞪了我一眼 正要将嘴凑上去 吸上一口的时候 二姐开口了 爸 我是真不舒服 要抽还是去屋外吧 父亲正了一下 他觉得这几个女儿 真的有点不对劲了 以前多乖的孩子啊 他们前两年跟三姐妹 要钱重修宅基地 要了总共一百零五万 三姐妹眼睛都不眨巴的 对了 几年前 老婆生病 三姐妹轮流伺候 出钱出力 惹得全病房都羡慕 尽管老两口不停强调 自己的儿子也很孝顺 天天打视频电话 安慰着呢 三姐妹也没争辩什么 他想起刚刚老婆说的 三百五十万拆迁款 心想这婆娘 怎么就那么管不住自己的嘴呢 拆迁款的事情 是我不让告诉你们的 父亲摁掉烟头 主要还是不想引起子女不和 我冷笑一声 你要是把钱均分了 怎么可能家庭不和睦 父亲抬头看我一眼 你就那么想要那笔钱 我冷哼 不是我想要那笔钱 是本来那里面就有 属于我的钱 我只是想要拿回自己的东西 这有错 母亲忍不住插嘴 在农村 谁不知道 家里的钱都是儿子的 你一个做女儿的 跟儿子争什么争 我还以为是你大姐在挑事 现在看来 就你名堂最多 今天打你一巴掌 算是给你一个教训 以后你要还是执迷不悟 想要跟宝地抢东西 你就滚出这个家 似乎是父亲的回归 让母亲变得更加硬气 有我这个女儿 没我这个女儿 看来她也是真的不在乎了 无所谓 我也不在乎 现在我只想要回属于我那部分的钱 父亲看了一眼大姐二姐 见他们似乎没有什么太大波澜 放下心来 你想要你的那部分 也不是不可以 但我有个条件 母亲扯了父亲的胳膊一下 你还真给他呀 儿子那边紧着钱用呢 父亲拍了拍母亲的手 示意他不要着急 然后我听见他语重心长地跟我说 三妹呀 你三十五 也老大不小了 跟你一个年纪的孩子都上初中了 你嫁了人 我们的任务也就全部完成了 我已经有点不耐烦了 是的 认清他们一点也不爱女儿的态度后 我对他们所有的言行抱有的 只有质疑 不过事实证明 我的质疑是对的 精明的老父亲 喝了一口母亲递过来的茶 慢悠悠道 收垃圾的王克明你知道吧 我昨儿个收账的时候 碰到他了 他老婆上个月死了 家里没女人不行 他觉得你年纪和他差不多 又是一个村里的 只根之底 说你不是那种乱来的女人 你力锁点吧 别兜圈子了 见我实在不耐烦 老刘终于切入正题 王克明说 可以出五十万彩礼 还保证你嫁过去后 不会非逼着你生儿子 生女儿 他也能接受 我暗暗骂了一句傻逼 没有开口说话 也许我的沉默 让父亲觉得 我在思考 嫁出去的可能性 所以他又进一步分析了 对我的好处 拆迁款 三百五十万 是按照人头来给的 硬要分的话 到每个人手里是五十八万 但你结婚家里 还得准备赔嫁不是 我们老刘家嫁女儿 肯定要风风光光的 当年你大姐二姐陪嫁 都只准备了六万 你最小 我们也最重视 陪嫁我们准备给三十万 这个时候 我已经猜到了 父亲葫芦里 卖的什么迷魂药 你也知道 家里存款不多 这三十万 就只能从你的拆迁款里扣了 不过也还好 你最后 既风光地嫁了出去 还能拿到二十八万 够你和王克明 一起经营一个家了 父亲说得无限真诚 那个样子 真的不像是装出来的 我感觉胃力一阵翻涌 王克明四十五岁 和我相差十岁 父亲说 那叫年纪相仿 彩礼家里收五十万 但父亲却破天荒地说 要给王家三十万现金做嫁妆 鬼才信 不过是既要吞了王克明五十万的彩礼钱 又要从我强行要回的拆迁款里扣掉三十万 这样不仅卖了女儿 还成功给儿子赚回八十万 果然是做生意的父亲 比我那当家庭主妇的妈可精明多了 我也不装了 刘建国 你要是真想卖女儿 给你宝贝儿子换钱 那就请你去跟我妈再造一个 我就不奉陪了 至于拆迁的那笔钱 政府分给我多少 我要多少 多得我一分不要 其他的免谈 这年夜饭 你们慢慢吃 我就先告辞了 然而我起身的时候 父亲却拽住了我 三妹 这段婚事可由不得你 我回头看他 发现刘建国眼睛里的凶狠 五十万我已收了 今天晚上 王克明就会来要人 你哪儿都不许去 事情完全超出了预料 本来一开始是母亲跟我们三姐妹 要钱给弟弟买房 可是 如今演变成 父亲已经把我给卖了 这是寒冬腊月的大山啊 家家户户都关着门 在家里过年 如果父亲强行不让我走 我该怎么办 我感觉背脊发凉 爸 你不能这样 大姐第一个站出来 现在是婚姻自由 不是卖女儿的时代了 大姐的脸色变得 有点难看了 看父亲的眼神 带着点威胁 刘建国被这眼神刺痛了 他眼里最乖 最体恤家里的大女儿 怎么可以用这种眼神瞧他 他大为火光 站起身道 那你说要怎么办 做生意的 不是只有你亏钱 我也亏钱 大家都在亏钱 今年我去催债 一笔都没催着 这就算了 今年碎石厂还亏了四十多万 工人的工资我都没发 你让我去哪里弄钱去 你弟弟那边又急着买房 我这边也急着还钱 给工人发工资 你是大姐 你是做生意的 你来告诉我 我去哪里弄钱 刘建国逼试着大姐 他要把问题抛给大姐 就像小时候一样 他要生儿子 只要爽一下就行 然后就把大出血的母亲 丢给还是个孩子的大姐 他生了儿子 高兴地大摆宴席 然后仍然把虚弱的母亲 需要照顾的弟弟 还有我 丢给大姐 如今 他要给儿子买房娶老婆 要还钱结工资 还是要把问题抛给大姐 然而这次大姐 却不由他半分 别装了 你不是做生意 亏了四十多万 你是去赌博欠了高利贷 四十多万 不想戳穿你 是觉得你是父亲 想给你留点 做父亲的面子 但你为了你的面子 要把三妹卖掉还赌债 我第一个不答应 刘建国愣住了 欠高利贷的事情 他告诫了老婆 不准多说一个字 没想到 还是被自己的大女儿知道了 都是做生意的 认识几个 也认识你的 并不难 大姐冷冷说道 今天谁敢动三妹 我立刻报警 她的话音刚落 远门外传来了 几个男人的声音 我顺着声音看去 王启明带着人上门了 我定睛一看 跟着王克明后面的人 竟然是宝弟 三姐 三姐夫来了 宝弟一进来 就热情地 把王克明介绍给我 他五短身材 皮肤有黑 黑黑地笑着看我 三姐 别看别人 喊三姐夫是捡垃圾的 但他的垃圾厂 每年赚不少钱呢 我看了一眼宝弟 他的手腕上 还戴着一块 明晃晃的表 看来 拆迁款的事情 还有把我卖给 王克明这两件事情 他全都知情 一副既得利益者的嘴脸 说实话 我从小就不喜欢他 但这个弟弟 嘴巴倒是很甜 小时候 不准我玩他的玩具 随着年纪长大 突然变得乖巧起来 会记得我们三姐妹 每个人的生日 也会在生日那天 给一个大红包 大家都是成年人 不喜欢归不喜欢 但至少 也不会过于讨厌他 但如今我突然想起 妈妈吃饭时说的话 你弟弟每年生日红包 少了你们的了吗 我恍然大悟 这一切都是母亲 交给弟弟的 与明目张胆的偏爱不同 聪明的母亲 教会了弟弟 做足表面功夫 以至于我们三姐妹 在百善孝为先 父母毕竟给了我们生命 弟弟也没有主动 跟我们要过钱 甚至还逢年过节 给红包的糖衣炮弹下 满足了爸妈 跟我们提的所有要求 却忘了父母提的所有要求 都是为了家中唯一的儿子 三姐 你见到姐夫 怎么都不笑啊 宝弟冷了脸 随后他发现 父亲给自己交换了一个眼神 宝弟迅速转身走到门口 拴上了门 王克明走近了我 他伸出粗糙的手要摸我的脸 来弟 我喜欢你 做我老婆吧 彩礼我都给你父亲了 他说今天晚上就可以要你 我捏着的拳头还没挥出去 只见大姐猛地冲过来 一拳砸在王启明鼻梁上 我操你大爷的 你要你妈去吧 大姐身材高大 生了女儿后更是练了拳击 这一拳砸上去 王克明流了血 他慌张仰头 指着我问刘建国 这是怎么回事 你收了我五十万 让我上门娶你女儿 结果就是让我来挨打的吗 刘建国怒视着大姐 老大 你干什么 你这是要逆天造反呢 我告诉你 这个家有我在 还轮不到你做主 他微微一抬头 宝地 把你三姐带到里屋去 我就不信 三个大姥爷们 还奈何不了一个女人了 宝地走向我 嘴里还虚伪地说着 对不起了 三姐 我们也是没办法 家里欠了钱要还债 我也等着钱去付首付 我手里捏着的刀 还没挥出去 二姐不知道什么时候 拎了个花瓶 对着宝地的头砸了过去 他妈的 你真是个养不熟的死畜生 宝地一个亮呛 直接倒地 哎哟哎哟地喊着 妈 你不管管二姐啊 看着自己的儿子受伤 母亲心疼得不得了 对着二姐 就是一耳光 要扇下来 我下意识地 护在二姐面前 那巴掌重重地 扇在我脸上 都是你这个 赔钱或挑的事 母亲扬起手又要打 大姐拦在我前面 要打就打我 你们谁也不准 再动三妹 没想到他这话 惹怒了刘建国 他一把拎起 大姐的衣领 推到了墙角 我说 你他妈成什么能 这门婚事被毁了 能得到什么好处 大姐的脖子 被刘建国的手 死死掐住 脸色也由白皙 开始辫子 我正托母亲 拽着我的手 朝刘建国飞奔过去 一刀划在了他手臂上 皮肉绽开 一刀血痕迅速绽开 刘建国 吃痛松开了大姐 我把大姐拉到身后 快报警 村里的片警 看了看富商的王克明 胳膊被刀划伤的刘建国 头上流着血的宝地后 说 你们互相都可以起诉 不过可能会留下暗底 想到宝地三十四岁 还有机会考公务员 刘建国立刻说 这是家事 我们私下协商就好了 他瞪了一眼王克明 王克明也知道 我爸这么年走南闯北 认识不少江湖上的人 不敢多嘴 只能点头 说只要我爸把五十万彩礼钱 还给他就行 在警察的监督下 我爸没办法 把那五十万给吐了出来 就在我们准备 跟着警察的车要走的时候 母亲孙方兰喊住了大姐 大的 你今天要是走了 咱们母女缘分也就尽了 大姐停住脚步 她只问了一句话 妈 我今年生意亏了四十多万 如果我说我想借三十万应急 您会借吗 母亲孙方兰沉默 主要是你弟 她还没结婚 不然 我知道了 妈 祝你们新年快乐吧 大姐跟在我后面上了警车 二姐也要上车时候 母亲孙方兰又叫住了二姐 老二 妈对你不薄 难道你也要走 二姐扭头看了一眼孙方兰 妈 如果我告诉你 我留掉了孩子 还查出子宫有问题 需要十几万治病 后续还要准备 十多万坐市馆 你愿意先挪用拆迁款 给我治病吗 母亲孙方兰失望地说 说来说去 还是钱啊 钱就那么重要吗 二姐深深地叹了口气 可是妈 你手里的钱 本来就是我们三姐妹的呀 我们只是要回我们的钱而已 有那么难吗 孙方兰彻底沉默 站在被北风呼呼吹开的院门前 她脆弱地站在那里 她看着载着三个女儿的警车远去 然后将视线放回屋内 丈夫刘建国朝她招手 进来吧 等她进去后 丈夫刘建国只说了这么一句话 我们得想想 怎么让他们三个人 再拆迁办签字 证明前已经给他们了 孙方兰突然一阵心寒了 她不知道是因为自己 还是因为丈夫 身为一个母亲 也身为一个女人 她突然觉得自己的心脏 像是被一只毒蝎子咬了似的 她的身体摇晃了几下 然后倒了下去 孙方兰是从丈夫刘建国 和儿子宝弟的嘴里 知道自己得了癌症的 她醒来后觉得病房闷 于是去医院走廊里活动 然后她听到了这对父子的对话 爸 做手术要三十万 还要做三期化疗 这一下就四十多万花出去了 而且也不一定治得好 是宝弟的声音 我看 妈这病就用中药养着就行了 爸 您看呢 宝弟试探地询问 孙方兰竖起耳朵 迫切地想要知道自己丈夫的答案 那你妈问起自己是什么病 我们怎么说 就说生孩子太多了 气血太虚 多补补就好了 爸 我知道你缺钱用 高利贷你骗了吗 你可是欠了一百多万 还有 孙姨那边也怀孕了 你也需要钱打点 把这么多拆迁款 用在致癌症上 那不妥妥打水漂吗 孙方兰透过消防门的门缝 看见自己的丈夫刘建国 狠狠地吸了一口烟 明亮的火光 像是摁在了他的心脏上 一片胶灼 刘建国把烟丢在地上 踩了脊脚后道 那就按你说的办 不过毕竟是你母亲 我们还是要找几个好点的中医 做人还是得有基本的良心 宝地黑黑一笑 那是肯定的 她可是我妈呀 等会我就跟妈说 要借她手机 然后我把那笔钱 全部转出来 刘建国拍拍儿子的肩膀 行 你妈什么都相信你 我跟她要手机 她还不一定会给 孙方兰麻木地听着这一切 又麻木地走回了病房 她拿起放在桌上的手机 打开上面的手机银行 开始转账 她无比庆幸自己 是念过书的女人 也庆幸自己 一直掌握着经济大权 孙方兰第一个赚的人是 自己的大女儿昭地 按照人头她能分58万 孙方兰赚了116万 是的 她把自己的那一份 也赚了过去 第二个是二女儿引地 她按照政府人头标准 赚了58万 到了三女儿来地那里 孙方兰停顿了 她在想 如果不是三女儿 在除夕那天 蛮横要求平分拆迁款 是不是就没有这些糟心事 但她也知道 只是包不住火的 既然三姐妹 已经知道了这事儿 闹出事情来是迟早的 更何况自己还想 在吞了拆迁款的基础上 再跟三姐妹要钱 为儿子买车 买房娶老婆 孙方兰突然觉得自己 很恶心 活了大半辈子 都是为了儿子转 到头来 儿子丈夫 没有一个为她着想过 结婚 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不被社会指责 不让父母失望 还是说 有了丈夫儿子 就有了一辈子的指望 都不是 孙方兰觉得自己 被千百年来的婚姻制度 给骗了 至少 她觉得自己 被养儿防老的思想 给骗了 想到这里 她没有再犹豫 把五十八万 转到了三女儿卡上 现在还有 一百一十六万 她听见 刘建国和儿子 宝弟的脚步声 已经在门外响起 在刘建国和儿子 抵达病房门口的时候 孙方兰捏着手机 说了一句 我出去透透气 就赶紧走了出去 得亏宝弟 并不在乎自己的母亲 所以 他只是 站在病房门口 说了一句 妈 别走太久 我和爸在病房等你 就任由自己生病的妈走了 孙方兰在医院门口 刚拦上一辆低视 就接到了大女儿的电话 妈 这钱怎么回事 孙方兰听到那边闹哄哄的 好像有人在闹事似的 她直接了当 妈 对不起你们 是你们的钱 就应该是你们的 你告诉我 你在哪里 大女儿告诉她在厂里 孙方兰挂了电话 就往大女儿的厂里赶 到了那里 她发现大女儿正和女婿坐在一条长桌旁 下面是几十个工人 除此之外 还有几个原材料的老板 大女儿对着话筒道 我一有钱就通知厂里各位来领工资了 但现实情况是 还是会欠一部分钱 大家放心 过完年我们一定会结算清楚 我知道刘老板说话算数 大过年的首约给我们发工资 但是刘老板 我们也担心 年后你们就跑路了 要我看这钱 你们不能欠 对 不能欠 大家情绪又激动起来 要是真没钱 厂里这些机器 我们就拿去抵押 到时候 你有钱了再赎回来 几个工人说着就要去搬那些机器 孙芳兰走向大女儿 这时她才看到最小的女儿也在 妈 大女儿喊了她一声 这里不安全 你回去吧 孙芳兰这才知道 大女儿亏的可不只是四十万 而是二百多万 她把孙芳兰给她转账的一百多万 和三妹给的五十多万都补偿给了工人 但缺口还有六十万 孙芳兰直接把卡递给她 刷吧 里面的钱够了 大女儿愣了一下 但还是接了过去 等结清后 大女儿把卡还给了她 孙芳兰没说什么又要走 她问大女儿 二女儿在哪里 大女儿想了一下 说她情况不太好 我带你去 于是孙芳兰和两个女儿来到了医院 她万万没想到 自己的二女儿可不是流产那么简单 女儿和自己一样 得了癌症 不过幸运的是早期 孙芳兰看了一下卡里 还剩下五十多万 自己跑去问清楚治疗方案和大概费用后 就把剩下的钱全部转给了二女儿 做完这一切后 孙芳兰才发现自己的丈夫和儿子打了几十个电话过来 她干脆关了机 颓然坐在医院走廊的凳子上 老三走过来 站了两酒 喊了一声 妈 孙芳兰跟做梦似的回过神来 她说 对不起啊 妈没钱了 她以为老三会毫不留情地走掉 毕竟三个女儿里 自己操心最少的 其实就是老三 她两岁就跟着老大去复读 一直到读小学才回来 可一回这个家就被自己要求做家务 带弟弟 孙芳兰非常清楚 自己的小女儿跟自己根本不亲 如果不是老大在中间维护着 小女儿是连家都不愿意回的那种 这一次 她又把钱都给了大女儿和二女儿 想必是是追求宫廷的三女儿 应该更恨自己了吧 但她没想到 三女儿对她说了一句 谢谢妈 孙芳兰惊讶地抬头 对上三女儿的眼睛 那是一双不太会撒谎的眼睛 孙芳兰突然哭了 妈 谢谢你帮了大姐和二姐 三女儿坐在她身边 轻轻揽住了她的肩 大女儿此时也走出病房 坐在了她的右边 孙芳兰想 有女儿多好啊 为什么以前自己的眼睛里 就只有那个儿子呢 想着想着 她不小心摁了开机键 宝地的电话立刻又打了进来 孙芳兰接起来 那边儿子的声音响起 妈 你去哪里散步去了 这都快两小时了 还没回来 我有点是 想借你的手机用一用 孙芳兰苦涩地笑了一下 自己出来了这么久 儿子才想起她 不 不是想起她 是想着要她的手机转账 孙芳兰心里打定了一个主意 等孙芳兰平静地回到医院 宝地赶紧迎上来 妈 借你手机用一下 孙芳兰顺理成章地说道 手机没电了 回去再说吧 然后 她带着最后的希望问道 我的病怎么样 需要住院治疗吗 宝地看了一眼刘建国 然后搓着手说道 妈 没什么 您就是孩子生多了 身体太虚 医生让回去好好休息 喝点中药养一养就好了 是吗 孙芳兰带着审视的眼光 看了一眼宝地 然后又看向刘建国 刘建国生怕宝地说的话 没有说服力 补了一句 医生就是这样说的 这不正好说明 你身体没问题吗 刘建国内心有点犯处 怕老婆会找医生问 没想到她听到 孙芳兰爽快地说道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回家吧 宝地又提 妈 手机 孙芳兰说 我今天累了 咱们回去休息一下 一家人把没吃完的 年夜饭吃完 你都这么大人了 别一天到晚 要玩手机 宝地也没多想 毕竟自己的妈妈 有多宠溺她 她比谁都清楚 所以她想当然地认为 孙芳兰只是真的累了 再说 手机也确实没电 她立刻答应 带着孙芳兰回家 回到家的孙芳兰 开始做饭 刘建国翘着二郎腿 在客厅玩手机 孙芳兰偶尔经过的时候 瞟一眼 透过后面的镜子 她看到刘建国 在和一个女人聊天 你什么时候 跟那个老不死的离婚 孙芳兰看到 那个女人的备注 叫孙梅花 大概就是儿子口里的孙姨了 这不拆迁款 还在那个老娘们手里吗 这么多年 她对我别的要求没有 就是钱必须放她那里 你放心 她得了癌症活不久了 我和宝弟也商量好了 就这两天把钱转出来 至于那病 就哄她是气血两须 她不懂医学的 肯定不知道 自己得的是癌症 孙芳兰默不作声地 又回到厨房 她打开下面的柜子 从最底层最里面 拿出了一包老鼠药 这要碾碎后 看起来很像眼 孙芳兰把那老鼠药粉末 倒在一个小碟子里 然后呆呆地看着锅里 沸腾的羊肉火锅 这时宝弟走了进来 他近乎讨好似地问 妈 这次羊肉放咸一点 反正姐姐都不在 孙芳兰背过身去 他觉得自己身上 还算有点母爱 每一次做羊肉火锅 直到三个姐妹口味淡 自己都会按照 三姐妹的口味来做 这可能是宝弟 最不满意的地方了 妈 放盐了吗 不如我今天来放盐 孙芳兰答了一句 还没放呢 一个扭头瞥见 宝弟正把碟子里的老鼠药 荡成盐往锅里倒 搅拌两下后 他兴奋地喊一声 出锅了 然后拿起一个大碗 把那盆羊肉火锅 装了进去 妈 我就和爸先吃了 你那病医生说 吃不了火锅 孙芳兰浑浑噩噩地说 好 我自己炒个青菜 然后看着宝弟走出了厨房 我们三姐妹被叫到医院的时候 父亲刘建国正在抢救时 他生平最爱吃羊肉 有酒有肉 总是停不下那张嘴 医生问母亲 您丈夫被抢救过来的几率 只有百分之二十 我们需要您确定的是 如果实在抢救不过来 您愿不愿意 我们给您的丈夫做插管 很多在ICU抢救的病人 迫不得已进行痛苦的插管后 有一定几率恢复 但是更多的人 其实是没有选择 因为一来住不起ICU 二来这种病人 一般恢复的都不太好 基本就是卧床需要人24小时陪护 母亲孙芳岚想都没想 直接在放弃抢救那一栏签了字 医生扯了扯嘴角 没说什么 因为他知道孙家刚刚拆迁了 有的是钱 放弃抢救他挺意外的 因为一家三口 两个人都吃了老鼠药 另一个没吃就难免会遭到怀疑 警察上门问话的时候 恰逢没那么爱吃羊肉的宝弟 正好醒来 孙芳岚 你能解释 为什么您丈夫和儿子都中毒 而您却一点问题都没有吗 母亲无奈地指向 宝弟 羊肉我没吃 我儿子不让我吃 他说我生了病 医生不让吃羊肉 那是发物 所以我只给自己炒了个青菜 警察随后问宝弟 是真的吗 宝弟点头 是的 我急着吃羊肉 但是羊肉还没放盐 我就自作主张放了 我没想到 那是老鼠药啊 宝弟嚎啕大哭 是我害死了老父亲 现在还把自己弄成这副样子 估计一辈子都娶不到老婆了 是的 宝弟双肾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得了尿毒症 如此这般 父亲刘建国的死被判定为意外 由于身前买了意外险 保险公司赔付了母亲三百多万 宝弟觉得幸好家里有钱 还可以给自己换肾 妈 你别担心我 医生说两颗肾准备一百多万就可以了 宝弟安慰母亲孙方兰 自己还有得治 且只要准备一百多万 然而 母亲的回答让她感到意外 因为孙方兰慢悠悠说道 你想治病 首先你得有钱 至于我自己的钱 得治自己的病 宝弟不可思议地睁大了眼睛 妈 你不打算救我 母亲孙方兰道 是啊 宝弟拽住他的手 我可是你亲儿子啊 你有那么多钱 居然不救我 母亲孙方兰冷笑道 我可是你亲妈呀 我得了癌症 你不也没打算救我 他站起身来 甩掉宝弟 黏在他身上的手 所以 你还指望让我救你吗 随后 离开病房 没多久 病房里传来 砸东西的声音 但没有用 没人会同情他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 没了溺爱他的父母 和任他吸血的三个姐姐 刘宝弟什么都没有 事实上 他连工作都没有 生活费全部都是母亲给的 当然给姐姐们的红包也是 几天后 医院通知母亲来收尸 宝弟找不到人交治疗费用 尿毒症又痛苦地折磨着他 所以他跳楼了 因为事故地点在医院 母亲又被院方赔偿了五十多万 人到暮年 母亲孙方兰成了我们家最有钱的人 这是谁都没有想到的 我在一次见到母亲孙方兰的时候 她已经吃不下任何东西了 她把生病的事情给瞒了下来 还是大姐发现她受得越发不成人形 带她去了医院 我那个时候已经通过语言考试 在国外一所学校读研 妈生病了 你回来吗 大姐给我打语音 其实你不想回来也没事的 大姐应该是想到我被卖给王克明的事 母亲虽然事先不知情 但也没阻止 我回来吧 挂完电话 我请好驾 乘坐第二天的飞机回了国 到医院的时候 大姐二姐都已经在了 你们单独聊聊 然后病房内就剩下 我和母亲两个人了 我知道你和我不亲 妈没怎么带过你 但是你能原谅妈妈吗 我看着瘦得不成人形的母亲 心里还是酸涩起来 喝点水吧 我用棉签给她干涩的嘴唇擦了几下 母亲握住我的手 你是不是不肯原谅我 我反射般地从母亲的手里抽离出来 妈 我很感谢你让我来到这个世界 我原谅你对我做的一切 但我不能原谅你看着父亲和弟弟把我卖给王克明 如果不是大姐二姐站出来帮我 如果那天真的被那三个男人强行给了王克明 你觉得我还有机会站在这里跟您说话吗 不会的 我要么自杀 要么杀了那些让我不好过的人 母女一场 大姐说你是希望见我一面的 所以我回来了 但是你想让我原谅 我想我做不到 我看了看点滴 已经到底 于是我说道 我去叫护士给您换水 好好休息吧 然后我退了出去 三天后 正当我打算返回学校时 大姐给我打来了电话 妈走了 跟父亲和弟弟不同 我们给母亲选了很好的目的 也办了体面的葬礼 除了治疗费用 母亲还剩下两百万的存款 根据她的遗嘱 我们三姐妹平分 到整理她的遗物的时候 我发现了母亲压在枕头下的一本日记 那是她住院时候写的 我这才知道母亲在结婚之前 是女子学校的优秀学生 这个身份与她这么多年 在我们面前展示的形象完全不同 在日记里 我读到的是一个慕年母亲 在人生最后日子里的忏悔 她在日记里写道 到我生病被儿子和丈夫抛弃时 我才知道 自己这么多年 多么的愚昧 一个从女校毕业的女人 为一个男人甘愿做了家庭主妇 放弃了自我的价值 不仅如此 还成了重男轻女思想的拥趸 生了一个又一个女儿 坚决不放弃 一定要拼上一个儿子 才善罢甘休 到最后 我得到了什么呢 我想起我读的那些书 书本里都是叫人做独立女性 可一旦我走出学校 社会和家庭又教我怎么样 才能嫁个好男人 嫁了人后 如何又才能取悦丈夫 我记得 无论是我的母亲 还是我后来遇到的人 都无一例外 在告诉我给男人生个儿子 是最好的选择 但其实 那是多么陈旧的腐朽思想 时代早已变了 女性早已经真正成为 社会体系里的创造者和担当者 我生病的这些天 回想起我的三个女儿们 她们是多么有思想的人啊 大女儿完全没有原生家庭的资助 一个人敢打敢拼 闯出一条商场之路 女婿只是陪衬 可我那个时候 眼里只把它当作 可以取款的机器 给儿子源源不断输血 如果我能像对待儿子一样 公平地对待女儿 大女儿所取得的成就 远不止于此 我又想起了我的二姑娘 她是在我们家中最被忽视的那一个 我们既不会像表扬大姐那样 夸她贴心 也不会因为像老三那样调皮 所以训斥她 大多数时候 她就像是透明人似的 做着自己的事情 我想忽视 难道不是家长对孩子最大的酷刑之一吗 至于老三 我想我是永远得不到她的原谅了 我所有的愚昧 在她身上得到了最大化的体现 看着自己的老公和儿子要卖女儿 我不仅没有阻止还成了他们的帮凶 或许我生这一场病就是我的报应吧 我从来不曾后悔 宝地拿错老鼠药时 我没有阻止这一切 出轨的男人就该死 不孝的儿子就该罚 但我想我这一生 也不是一个好母亲 所以我也有了属于自己的因果 如果这个世界真的有来生 那么来生我只想拥有我的三个女儿 我会陪他们长大 看他们跌跌撞撞 结婚与否 生子与否 喜欢男人也好 喜欢女人也罢 我只想让他们做快乐的自己 而我 无论何时 都是他们想要回头时的坚定依靠 告诉他们 妈妈永远在这里 那么是该说再见了 这个世界 如果有来生 我们来生再见 我和上母亲的日记本 望向窗外 一只飞鸟从眼前掠过 三只扑腾着的小鸟紧紧跟随 每每有哪只小鸟 钓得太远时 前面的飞鸟妈妈 总会不动声色地停下来等待 直到落单的那一只 奋力地追赶上来 我把日记本和其他遗物一样 丢在大火里 火光剑其点点星光 如果有来生 孙方兰 祝你一愿成真 能真正做一个好母亲 但更重要的是 女儿忠心祝愿你 能做仪式真正的自己 丸子还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我在网上刷到一个提问 家里没钱 可以让女儿给儿子买婚房吗 手评是 当然可以 我家两个女儿一个儿子 我每个月让女儿打五千回来 顾名思义给他们存着 实际上我拿去给儿子买房了 儿子现在有房有车 生活十分滋润 看到这条评论时 我不以为意 只觉得这又是哪个 偏心父母使出的阴招 可很快 手机上收到的一条微信 让我心头一紧 宝贝女儿 这月发工资了吧 你还没给妈妈转账哦 若是以前 我肯定很爽快地转五千过去 但联想到刚刚看到的帖子 我有些犹豫 两个女儿一个儿子 和我们家正好对上了 我和我姐工作时 我妈说怕我们年轻人攒不住钱 所以要求我和我姐 每个月转五千回去 她给我们存着 等以后我们结婚了再给我们 我们家虽然不富裕 但我爸妈对几个孩子 都一视同仁 丝毫没有重男轻女的迹象 连我奶友时不公平对待 我爸妈都会不满 所以我和我姐对她们 从来没有防备之心 每个月都按时转 见我没回消息 我妈继续发道 这个周末回来吧 妈妈想你了 前段时间你加班瘦了好多 回来妈给你做你爱吃的 看到这里 我有些愧疚 我妈对我这么好 我却在这里恶意揣测她 我连忙点开转账 输入密码的一瞬间 我的脑海中 突然闪过了手瓶的IP地址 和我们是一个城市 我的手缓慢了下来 半晌 我迟疑着问道 妈 我在你那存了多少了 我妈过了一会回到 三十万 怎么了 就是问问 最近公司效益不好 这个月工资拖欠了 我可能要过几天才能转 我妈立马赚了两千过来 没钱了就和妈说 别一个人撑着 你们小年轻在外面 也要多注意身体 我心里松了一口气 这么好的妈妈 怎么会是求助帖里的那个人 我把转账退了回去 心里盘算着 这周回去给我妈买点礼物 第二天一早 我鬼使神差地打开了 那个求助帖 手瓶下面盖起了高楼大厦 有人辱骂她 也有人好奇 她是怎么做到 让两个女儿心甘情愿转账的 她得意地回复道 家里孩子多久要做到明面上 一碗水端平 不能让他们发现重男轻女 甚至有时候还要偏向女儿 这样他们才会相信你是真的爱他们 看到这里 我的心咯灯一下 我们家非但不重男轻女 反而重女轻男 不管走到哪 我爸妈都宣称 女儿才是贴心的小棉袄 在亲戚面前 我和姐姐永远都是被夸的孩子 这个人继续回复 工作了也不能一味向他们要钱 平时也要嘘寒问暖 转账不及时可以催一催 但如果他们经济上出现困难了 可以适当地转点前安抚一下 一字一句让人心寒 谁也想不到 温暖的关怀背后是精心算计 有人指责他 他却不以为意 不是这样 我儿子怎么买得起房子 生了儿子 就要对他负责 男孩才是一个家的根基 女孩总是要嫁出去的 你们这些说我的 要不就是生不出儿子 要不就是女儿不够孝顺 不肯给钱 别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 看着炒成一团的评论区 我收起了手机 心乱如麻 哪怕到现在 我都不愿意相信 这个头头是道的守平人是我妈 我下意识打开了 我和我弟的聊天框 清衣水的转账记录 我弟才毕业 还没找到工作 平时我和我姐担心 她没有钱花 总会时常接济 在这种情况下 我弟肯定是没法 靠自己买房的 可我直接问 他会如实说吗 思来想去 我加入了我弟常玩的游戏群 他在里面是管理员 我一进去 他们就闹着要新人报照 我在自己的照片上 狠剔了一手 连我弟都没认出我来 我每日跟着他们下副本 做任务 拉近关系 我弟在群里十分大方 发红包点奶茶 一副副二代的做派 我在一次回发后 群里的人阻止了我 他们说我是新人 又才毕业 不用发红包 我在群里营造的人设 是刚毕业的贫穷游戏小白 我试探着问道 阿胜哥也才毕业呢 他们在群里笑成一团 别心疼他 他有钱 有房 有车 有存款 跟咱们不一样 我弟出来假模假样地 骂了他们几句 我的心凉了半截 我爸妈工资低 每个月只够生活 不可能有钱买房 群里不断有人吹捧我弟 我弟被夸了一会后 又发了个红包 淡淡解释道 全靠父母支持 一水的 羡慕 打在群里 我失魂落魄地退出了群聊 我还没想好怎么和我姐说 就到了周末 我妈嘘寒问暖 要我回家吃饭 我说要加班 拒绝了 她关心了我几句 又把话题引到了工资上 若是平时 我一定不会多想 可现在我只觉得 她每一句话后面 都藏着算计 我迟迟未回 她打了电话过来 熟悉的声音传入耳中 我感觉心脏像是被狠狠掐住一样 酸涩难忍 我怕我一开口就会忍不住哭出来 我连忙挂断 没过一会 门铃响了 我妈提着一堆东西 站在门口 见我诧异 她解释道 刚刚听你说话 声音不太对劲 妈妈担心 你在工作上受了委屈不肯说 就过来看看你 她自顾自尽来 把东西放进冰箱 嘴里念道 这个是你二舅家拿的香肠 可好吃了 还有你小姨 从外地寄来的特产 你也尝尝 咱家种了蔬菜 我也带了点过来 我眼圈发红 任谁都会觉得 这是一个疼爱女儿的妈妈 放好后 她把我拉到沙发 仔细询问我公司的情况 我含糊过去后 她笑了笑 露出一个莫名的笑容 瑶瑶有没有喜欢的人 我摇了摇头 这几年 我一直沉迷工作 无心恋爱 我妈从手机里翻出一张照片给我 摇摇 你看看 这是我一个朋友的儿子 眉清目秀 工作也好 家庭也好 要不你们认识认识 看着照片里五大三粗 面露凶光的男人 我皱起了眉头 我记得这个人之前在社会新闻上出现过 好像做了什么事情被关进去了 半晌 我问道 妈 你以后准备收多少彩礼 我女儿这么优秀 当然要三十万了 她得意起来 见我没说话 她马上找步 摇摇 这个钱 妈不会要你的 妈先替你存着 到时候你生了宝宝 妈再还给你 我的心又冷了几分 我在心里给了她最后一次机会 妈 我最近看上一套房子 首付刚好三十万 要不你先把钱给我吧 我妈愣了愣 语气有些着急 摇摇 你现在买房可太亏了 还房贷压力又大 妈妈这个朋友的儿子 家里有房有车 你嫁进去就是享福的命 我苦笑两声 声称太累了 想要休息 我妈见我脸色不好 只好先回去 我蒙在被子里狠狠哭了一场 第二天一早 我被电话铃声吵醒 一接通 便听到姐姐的问责声 摇摇 我听说这个月 你还没给妈妈转账呢 我还没来得及解释 她继续说道 你那套公司效益不好的借口 可以糊弄妈 可糊弄不了我 你最近是不是因为花钱没节制 所以才没钱给妈 妈昨天带了东西来见你 你还冷着脸 把妈赶走了 怎么这么不懂事 要不是我打电话过去 我还不知道 妈偷偷抹眼泪了 我默了默 约她出来见面 咖啡厅内 我向她说了那个帖子后 她一脸不信 摇摇 妈这么多年 对我们还不够好吗 只是一个相同IP而已 不一定就是咱妈 你就为这个疑神疑鬼 伤了妈妈的心 太不应该了 我紧接着说了 弟弟游戏群的事 她也不以为意 那也不一定是真的 可能只是她虚荣心作祟 才闹出的误会吧 看着她这副模样 我淡淡开口 姐姐和男朋友 也谈了三年吧 是不是要开始谈婚论嫁了 我听说妈妈要三十万彩礼 她惊了 你从哪里听说的 三十万也太多了 姐姐的男朋友是普通人家 自然也给不起三十万 我挑眉道 是不是真的 咱们回家问问就知道了 而且如果妈妈买了房子 房本一定在家里 她怀着满心疑虑和我回了家 妈妈见到我们 惊吓大过惊喜 但她很快就恢复了正常 她称怪道 你们也是 回来也不和我说一声 我只做了阿胜爱吃的菜 看着桌上的海鲜大餐 姐姐有些发愣 我们家一向节约 这样昂贵的一餐 我们从未吃过 妈妈连忙去厨房 添了两双碗筷 吆喝着我们坐下吃饭 她不经意间提到这些海鲜 都是她朋友从沿海寄来的 没花钱 她想着我们不爱吃 所以也没提 可我们以前说不爱吃 只是不想让家里多花钱罢了 吃完饭后 姐姐抢着去洗了碗 弟弟抱着手机进了房间 妈妈想和我好好聊聊 却被隔壁的王阿姨临时叫走 趁着这个机会 我去了她的房间 我妈有个习惯 重要的东西 她一定会放在衣柜的隔层里 我们家的存折 房本 我妈的首饰盒都在里面 要是在花盆底下 我一打开 便发现了一本崭新的房产证 名字是我弟 日期是我弟刚毕业的时候 位置是我弟现在居住的地方 里面甚至还有一张 我弟拿着房产证 和我妈笑容灿烂的合照 我拿着那张照片 心中的酸涩不断翻涌 哪怕我早有设想 但知道真相的那一刻 我还是觉得好难过 这么多年 我无时不再庆幸 我出生在一个温馨幸福的家庭 我也一直暗暗下定决心 要努力工作 让爸妈过上好日子 但现实狠狠给了我一记耳光 我走到厨房 姐姐看到我眼眶发红 她有些意外 瑶瑶 你 我拿出那张照片给她看 她手里的盘子 不小心掉了下去 碎成一地 我妈回来听见 连忙冲进厨房 她让我们先出去 别搁到手了 她来收拾 我和姐姐愣愣地看着她 我不知道 刚刚情急之下的担心 是她由衷而发 还是明面上的作戏 她收拾好后 才发现我们没走 她狐疑地看着我们 你们今天怎么了 呆呆傻傻的 姐姐有些犹豫 似乎想说什么 我连忙拦住了她 我笑道 姐姐和她男朋友 在一起也挺久了 想问问家里 想要多少彩礼 我妈舒展了眉眼 之前一直没和你们聊这个 想着你们还小 但家境也快三十了 妈就先和你们说了 你们俩都是一样的 彩礼三十万 姐姐有些着急 妈 这也太多了 我妈还是那套说辞 家境 你放心 这钱 妈不会要你的 等你生了宝宝 妈再把钱给你 可是我男朋友 家里条件一般 不一定拿得出来 我妈文言 有些不开心 这钱都拿不出来 怎么给你幸福 实在不行 就分手 妈不想你过苦日子 我妈说着 又拿出了那张照片 给我姐看 这是我朋友家的儿子 家里有房有车 你看看喜不喜欢 你要是嫁过去了 就不用操心生活了 我忍不了了 朝着我妈冷冷开口 这个人之前坐过牢 才出狱没多久 你就要介绍给我们 你是生怕你女儿 嫁不出去吗 我妈有些错愕 她可能也没想到 我知道这个人坐过牢 她皱了皱眉 坐牢也不代表什么呀 人家现在已经改邪归正了 而且 我都是为了你们好 人家家是长相哪里不行 我嘲讽道 是不是因为她 能出三十万彩礼 所以你才想 把她介绍给我们 我妈闻眼 眼角红了红 做出一副 伤透了心的样子 这彩礼 我又不会要你们的 你这样说话 不是伤妈妈的心吗 我姐神情有些松动 眼看着就要安抚我妈 我连忙跑到房间 把那房本摔到桌上 不客气地质问道 这个房子怎么买的 你给何发圣准备了婚房 是不是现在又想拿我们的彩礼 给他做结婚的费用了 我妈脸色一变 她把房本拿起来放好 解释道 这是爸爸妈妈的血汗钱买的 不是你们的钱买的 血汗钱 这房子是全款买的 总共一百万 我爸一个月工资四千 你工资两千 你告诉我 你们是怎么攒下这一百万的 我妈支支吾吾 你也不用给我证明什么 你现在就把我存在你内的三十万 我姐在你内的四十万还给我们 我们就信了 我妈眼中含泪 你这样说 就是完全不相信妈妈了 我丝毫不为所动 你把钱还来 我就信你 我妈见我由言不尽 收起了眼泪 要钱没有 要命一条 这些钱就当你们还我们的养育之恩了 我姐震惊了 妈 我妈软了软语气 我们家就你弟弟一个儿子 你们做姐姐的 不得帮帮弟弟吗 弟弟要是没有房 怎么结婚 我和你爸操劳一辈子了 难道你们想看到 我和你爸连孙子都抱不上吗 别在这里道德绑架 你们能不能抱上孙子和我们无关 该出的赡养费 我一分都不会少 该进的孝道我也不会忘 但你拿我们的钱 给何发圣买房 是什么意思 我妈眼里闪过几分恼怒 我养了你们这么多年 好吃好喝的供着 你们出点钱怎么了 这是一点钱吗 你知不知道 每月为了省出这五千块 我上班从来不敢打车 不敢点外卖喝奶茶 每天带饭去公司 水果也只敢买便宜的 哪怕在公司受到多少压榨 我都不敢辞职 我就想着能够多攒一点钱 以后买个房子 把你们都接过去 不用在这个小破屋里住着 可你们呢 把我和姐姐的辛苦钱 拿去养和发圣 这个寄生虫 她每天就知道 窝在自己的房间里面玩游戏 在游戏群里装大款 肆意挥洒我们的钱 凭什么 你告诉我 凭什么 我眼中闪着泪光 声声质问 我妈一愣 一过视线 可你弟弟是男孩 男孩总是要有房的 我擦了擦眼泪 面露讥讽 她可以自己买 但我们的钱必须还我们 我妈怒了 你是姐姐 你就有义务出钱 我养你们这么大 不是白养的 现在就到了 你们出力的时候了 不可能 我劝您赶紧把房子 卖了还钱 不然我们就法庭上见 我拉着姐姐破门而出 只留下我妈在客厅里 面容扭曲 到了楼下 我姐终于抑制不住 哭了出来 我妈这么多年的 慈母面孔被揭穿 对她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我抱着她安抚了会儿 她擦掉眼泪 语气坚定 罐子如沙子 妈妈这样做是不对的 我松了一口气 本来我还担心姐姐的立场不坚定 听到她这么说 我就放心了 我去找律师咨询这个问题 律师告诉我 这笔钱没有法律证据 很有可能会被认定是赠予 是对父母的孝敬 所以提出诉讼 有极大可能失败 我攥紧了手心 怪不得我妈这么肆无忌惮 原来是认定了 很难被要回 我思来想去 只能把诉讼作为最后的手段 我打开手机 意外看到游戏群里 弟弟在炫耀自己考工 鄙视面时通过的事情 群里的其他人纷纷祝贺 要我弟发红包 我弟也不吝啬 一个接一个地发 我皱了皱眉 他备考的事情 我和我姐从来不知道 原来我妈从一开始就瞒着我们 想到这里 我心里有了个想法 我将律师含记往我家 我妈收到后 气得给我打了电话 何家瑶 你就为了这点钱 要把妈妈告上法院 妈妈这么多年对你的付出 你都视而不见吗 我没直接回答 父母仿佛天然 就站在道德制高点上 我和他纠结这个问题 只会被他绕进去 我淡淡开口 何发圣考上公务员了 我妈立马晋升 半晌 她试探性问道 你从哪听说的 我挑了挑眉 马上就要公事期了是吧 妈妈可真把我们当外人呢 什么都藏着掖着 我也不绕圈子了 不把钱还给我们 我就继续起诉 然后再去举报他 我妈尖叫起来 何家瑶 你敢 他是你亲弟弟 你怎么敢害他 我冷笑一声 害他 你不还钱才是害他 我妈默了默 冷静下来 那你就去起诉吧 这钱每月转的数额不大 你又没有法律证据 只能被当作赠予 有本事 你就让法官判我还钱 至于你弟那 我更不怕了 你弟平日里老老实实 也没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 我看你能举报什么 我的心沉了下来 果然一开始转账的时候 我妈就算好了一切 我顿了顿 行 何发胜老实 去年她玩网赌 输了两万的事 没和你说吧 是我给她还的钱 我这边保留了所有证据 你猜能不能举报成功 我妈惊了 什么 阿胜没和我说过 我自嘲一声 我把她当弟弟 她把我当取款机 我最后说一次 公事期结束前 没把钱还我 我就举报 说完 我挂断了电话 关机了一晚上 我没想到 最先来找我的 不是我妈 而是我姐 我姐不认可地看向我 瑶瑶 你真要举报吗 我起身给她倒了杯水 姐 只要妈把钱还给我们 我就不举报 我姐沉默了一会 证据充足吗 我晃了晃手机 应该没问题 都在我手机文件里面保存着 她叹了口气 没继续说话了 我以为她认可我的做法 可我没想到 我洗完澡出来时 却看到她拿着我的手机 注意到我的视线 她有些慌张 连忙把手背在身后 我冷静地看向她 姐 证据我有备份 你删不掉的 她有些茫然 而后眼圈红了起来 对不起 瑶瑶 妈说她会还我们钱 只要我们给她一点时间 阿胜毕竟是我们的弟弟 这是她也不知情 要是伤了姐弟情 就不好了 我叹了口气 姐 你觉得合发圣会不知道吗 她是既得利益者 你觉得她很无辜吗 妈已经恋过你一次了 你怎么还能相信她 她就是知道你心软 所以才来让你来做这件事情 我们平时帮合发圣的还少吗 孝敬爸妈的还少吗 可是 没有可是 我姐脑子还是有些不清楚 不断替她们说好话 三番五次的 我也累了 我冷了脸 你要做圣母是你的事 别扯上我 你要觉得妈说的是真的 不如你告诉她 你把证据删了 看她是什么反应 看她还会不会还钱 我拿走她的手机 当着她的面 拨通了妈妈的电话 我妈很快就接了 家境 怎么样了 我姐傻了眼 喂 是家境吗 我抬起头 示意她回话 我姐姐把说道 是 是我 妈 妈妈给你说的是怎么样了 删掉了 那就好 那就好 你妹昏了头 你可不能和她一样 以后你们嫁了人 你弟就是你们娘家的后盾 你弟好了 你们才会好 才不会被欺负 还有妈之前给你介绍的那个人 一表人才 虽然之前不懂事 但是人家现在已经洗心革面了 你家 妈 那我们的钱 你什么时候还我们 我姐连忙打断了她 我妈顿了顿 语气不善 还钱 还钱 你们怎么张口闭口 就是这两个字 妈妈以前养你们 好吃好喝供着 有让你们还钱吗 你怎么就不懂妈妈的苦心呢 我姐听了 愧疚起来 也不敢多问了 我冷哼一声 少在这里打感情牌 一马归一马 你拿我们的钱 给何发圣买房 就是不对 证据我备了份 是删不干净的 你自己看着办吧 说着 我挂断了电话 我姐别过眼 不敢看我 我轻叹一声 姐 这是你别管了 我来 她点点头 眼角有些湿润 我妈的电话 一个接一个地打来 我估摸着 时间接了一个 一接通 我妈一顿 披头盖脸的斥责 何佳瑶 你是不是疯了 连同你姐一起哄骗我 我把电话拿远 等她骂完了 我才继续说道 那个房子 我去打听过了 最近行情好 同小区的其他房子 都涨价了 你这个房子 原价出手 应该没问题 中介的微信 我已经推给你了 你抓紧时间 我妈愣了愣 似是没想到我 根本不接她的话 她有些气急败坏 你是不是听不懂 我说的话 我打开电脑 点到投诉界面 截了图发过去 她收到后晋升了 半晌 她软了软语气 摇摇 这个钱 我一定还你 你能不能还两天 我轻笑一声 还到公事期过吗 她一顿 妈妈真的会还你的 要不咱们打欠条吧 不用了 就这两天 你也不用再拖 我说到做到 我挂断了电话 把银行卡号发了过去 并限定了期限 这么多年 我一直扣扣搜搜 没想到 却是为他人做嫁衣 想到这里 我给自己放了个假 出去散心 我妈试图来找我 但却便寻不到 我爸 七大姑八大姨 接连电话轰炸 我通通不接 我妈没法 只能把房子卖了 把钱汇给我 收到钱的一瞬间 我松了口气 我把我姐的钱 转给她 但我没想到 我弟还是被举报了 我妈疯了 批了命地满世界找我 她跑到我的公司 被保安赶出去后 在楼下哀嚎 大骂我不笑 骂我害弟弟 被吵得没办法 老板让我先去解决私人问题 我来到楼下 她冲上来 狠狠给了我一巴掌 何家瑶 你没有心 我钱都给你了 你居然还举报你弟弟 我当初怎么就生了 你这个讨债鬼 我的命好苦啊 唯一有出息的儿子 就被你毁了 旁边的人越聚越多 甚至开始有人录制视频 我妈是一个精于算计的人 我不相信她来这趟 只是为了指责我 我不想她得逞 于是我挑了个好地 当众跪下 抱着她的腿开始痛哭 妈 你就这么想拿我和姐姐的钱 给弟弟买房吗 我们做错了什么 你要这样对我们 为了三十万彩礼 你还想把我们嫁给刚出狱的人 妈 我求求你 放过我们吧 我妈被嚎得一愣 骂声卡在喉咙里 旁边的人听到 姐姐给弟弟买房 三十万彩礼 逼价 眼睛都瞪大了 他们的手不停敲击手机 不出意料 我妈已经被冠上了重男轻女的帽子 她想道德绑架我 却被我先发制人 我妈气得脸色战红 她想把我拉起来 我顺势一躲 给她磕了两响头 妈 我求求你 放过我和姐姐吧 我们真的不想嫁给那个人 磕着磕着 我装晕过去 我被路人送到医院 睁眼时 病房里只有我妈 我妈眼底一片粪粪 和佳瑶 你好得很 作戏一套一套的 我面露讥讽 我哪里比得上妈妈演技高超 这么多年 把我们哄得什么都不剩 我妈恨恨地瞪着我 你还敢倒打一耙 你弟弟的事 你怎么赔我们的损失 赔 我凭什么赔 她又不是我举报的 你不如回去问问她 还跟哪些人提前说了消息 不可能 我和阿胜说过 让她保密 哦 那我是怎么知道的 你告诉我的 我妈愣在原地 继而反咬一口 不是你 那也是你说出去的 看着她眼底的算计 我倦了 她是想把这个罪名 强扣在我身上 我直接摊开牌说话 你要是还惦记着那笔钱 我劝你别想了 我死也不会给你 大不了 我跑到一个 你们谁也找不到我的地方 美美过我的生活 我妈脸色铁青 气冲冲地走了 我和她争执的视频 被传到了网上 她狠狠火了一把 这段时间她不敢出门 不敢和亲戚联络 生怕听到别人的嘲讽 和指指点点 她和我弟盘查 被举报的原因 得知我弟在游戏群里炫耀后 她气晕了过去 因为我弟在群里装大款 组CP 同时和八个女孩网恋 所以她考上公务员的消息一出 平时急恨她的人 自然开始收集证据举报她 我弟丢了铁饭碗 郁闷了好久 我妈闭了一段时间风头 又开始在朋友圈里发伤心文案 哭诉儿女不孝 又发自己生病住院 没人照顾 我姐心软 回家住了一段时间 直到我姐打电话找我借钱 我才知道 我妈把她的钱又红走了 我揉了揉额头 姐 你怎么能一错再错 我姐有些心虚 摇摇 妈妈生病 我们做女儿的 不能不给她钱治病吧 你那还有没有钱 借姐姐一点吧 我想给妈妈买点营养品 我气笑了 什么病花了你四十万呢 妈妈说是乳腺癌 这段时间 她为了家里的事操碎了心 所以病发了 现在还在医院里住着呢 我看着朋友圈里 二姨才发的 她和我妈逛经店的照片 陷入了沉默 我把那条朋友圈截图 发给我姐 我姐也沉默了 我恨铁不成钢 姐 你快三十了 你能不能长点心眼 她说她乳腺癌 你就信吗 你能不能先去医院求证 以后不要再为他们的事情找我了 就这样吧 我挂断了电话 还有些心气不顺 为了甩掉这些烦恼 我将自己沉浸在工作中 深夜 我接到了姐姐的求救电话 瑶瑶 你快报警 妈妈把我卖给那家人了 我在嘟嘟 我姐还没说完 电话就被挂断了 我迅速报了警 和警察一起来到我家 我妈一副从睡梦中醒来的样子 看到我和警察 她清醒了几分 她小心翼翼地问道 怎么了 警察同志 警察告诉她 我们接到了我姐的求救电话 我姐在电话里说她被我妈卖了出去 我妈立马喊冤 警察同志 我是一个母亲 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 而且我大女儿这个周末根本没回来 是不是有人恶作剧 或者 她有些迟疑 又有些伤心 是不是有人报了假警 她向警察添油加醋地说了 我和她的矛盾 做出一副伤心的神情 我没理会她 反而在家里搜索 走到我姐的房间门口时 我妈脸色一变 她连忙挡在我的面前 你递在里面睡觉呢 你别进去吵她 我挑了挑眉 将她推至一边 我快步向里面走去 房间里整整齐齐 什么异常也没有 我妈面路不满 你这是想干什么 你不是说我弟在里面吗 我可能记错了 我冷笑两声 打开衣柜 我姐的笔记本赫然出现 我妈慌了神 我质问道 你说我姐周末没回来 那这个笔记本怎么回事 我妈还想狡辩 但警察却不信 在盘问之下 才知道我妈把我姐 卖给了那户她之前 给我们介绍的人家 我妈替我弟买房的时候 不想我弟承受还房贷的压力 于是选择全款 但还差三十万 家里钱不够 我妈就想到了高利贷 那户人家借了钱之后 听说我妈有两个优秀的女儿 她们想到自己刚出狱的儿子 找不到对象 就承诺我妈 如果我和我姐 其中一人嫁了过来 就不用还这个钱了 但我和我姐都不愿意 利滚利之下 这笔欠款已经翻了一倍 我妈还不上 只好把我姐强架过去抵债 我和警察赶到的时候 我姐正拿着刀对着那群人 看到我们 她松了一口气 哭着瘫坐在地 我连忙上前扶起了她 这些人看到警察就想跑 但很快就被抓了回去 我妈是主犯 自然逃不了干系 她在警局里喊着 都是误会 要见我姐 我姐却不愿意见她 经此一事 我姐醒悟了很多 和家里人断绝了往来 我爸天天打电话 怒斥我们不笑 我一概拉黑 我弟的烤工路被组 只能去找工作 但他眼高手低 只想找钱多是少的 所以一直收不到面试 后来他放弃了 扬言要做游戏主播 整日待在家里玩游戏 可他人菜没梗 长得一般 直播间都没几个人 我爸没法 只能养着他 但我弟花钱大手大脚惯了 他背着我爸 又开始了网赌 结果越输越多 还不上 他就借网贷 高利贷 后面逾期 高利贷的人找到家里 砍掉了他一只手掌 我弟没了手 天天在家里发脾气 怨天尤人 我爸为了逃高利贷 带着他去了乡下生活 我因为业务能力出众 公司派遣 我去另一个片区做管理 事业蒸蒸日上 临行前 我去监狱看了我妈 她面容憔悴 神情恍惚 看到我 她恨不得扑上来 咬下我一块肉 你这个讨债鬼 居然还敢来见我 你怎么还不去死 不是你 阿盛会有大好前途 我也不会沦落到这个地方 去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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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现在 他还在怨恨我 让他失去了一切 我面色平静地 离开了这个地方 和以前的生活 做了个告别 一年后 我姐和她的男朋友结婚了 我去参加了她的婚礼 婚礼结束 她拉住我的手 眼角发红 摇摇 谢谢你 我止住了她想说的话 小时候 我很调皮 也时常惹事 但每次都是 她在大人面前替我求情 替我背锅 我想着 以后我也要保护姐姐 保护家人 只是没想到 我越长大 想要保护的人越来越少 我回到工作的城市 街上人流西攘 欢声笑语 我才意识到新年将至 我去宠物店买了只猫猫 小小的 很可爱 猫猫不怕声 一到家就黏在我的脚边 喵喵叫 我把她抱进了怀里 我想 今后 我有新的家人了